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讲四种烦恼 四种贪心和诚心 傲慢 然后怀疑四种烦恼和前面的成怒当十种小烦恼 还有后悔吧 这些任何一个烦恼具足的时候 它具足二十一种心所产生 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贪心 贪心具足的时候 贪心具足的时候 在上面所讲的二十种心所的基础上 它本身已经具足的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贪心的话 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贪心和诚恨心不可能同时产生的 贪心和怀疑不可能同时产生的 小烦恼里面的任何一种具足的话 与其他的心所不可能产生的 因此为什么贪心 诚心和傲慢怀疑 这些为什么不安立在前面的地方里面 原因是这样的 昨天我们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从由福十八无极法 从这个地方开始 由福十八无极法 无福则许有二十 随面不为一切果 任何之法皆比 它这里由福无极法 我们这个句说当中 三法 恶法 还有无极法 无极法它可以分 由福无极法和无福无极法分两种 它这里由福无极法 由福是指的是有障碍 由还是覆盖的意思 然后这个无极的话 它不是属于善 也不是属于恶 所以它这里由福的话 虽然它是一种烦恼 但是这种烦恼的话 它直接没有对解脱起障碍 虽然这个烦恼有障碍 但是它的本性 它那个地法的本性 不是不善方面的 因此由福无极法 下面所讲的 中共有十八种 然后无福无极法再有十二种 随便的话 它是任何一个星和星所可以相应的 不为一切 任何之法都可以加上随便 我们前面不是 有些星在二十个星和一气产生 有些星在二十一种星和一气产生的 还有有二十二种星一起产生的 这种显现比较多的 所以随便的话 它对任何一个星所 跟星和星所一起产生的话 实际上一点也是不相优的 因此任何之法可以加上所谓的随便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我们讲 说随从者 坏句间与边之间相应之 有福无极法有十八种 它这里我们一般来说 欲界当中 这个大家还是要记住 我们欲界当中的有福无极法是有多少呢 就是有两个间 一个是坏句间 一个是边之间 什么叫坏句间呢 我们这个梵云就称为叫做撒架一间 也就是说对身间 有些经书里面说是对自己的身体的间 也就是说实际上对自己无垠的这种 这就是我对这个无垠制作为我 这是一种有福无极法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我这个无垠的这种制作 我这个无垠就是所谓的我是常有的 所谓的我是断灭的 这样的这种间接叫做是断灭 就是什么边之间 就是长间或者是断间 它首先是应该有个灰聚间 灰聚间的这个基础上就是产生那个边之间 那么我们欲界当中的话 有这个坏句间和什么边之间是有福无极法 它实际上是一种烦恼 就是烦恼有覆盖的 但是它不极 不极的话也不是属于三方面 也不是属于恶方面 所以它那个居士论当中 虽然是烦恼 但是不是恶业 就是我们一般课图上说的是 就是烦恼 恶业 就是全部架在一起 但是它在这个星数里面这样分的时候 烦恼就是烦恼 就是不善 不善就是不善 也就是业 所以也在我们下面第三品里面就是 就是讲的这个 也和烦恼就是按照居士论的话 就是全部是分开的 然后这个善和不善业和无极法和还有那个烦恼 就这些都是这个本质上是分开的 就是应该这样讲 所以这个有福无极法的话呢 我们这个欲界当中只有这个怀俱间和边之间 就是然后这个色戒的烦恼就是色戒以上的所有的烦恼 就是全部是属于是有福无极法 就是有为无极法 为什么是有福无极法呢 因为它呢色戒以上虽然是有烦恼 比如说我们这个色戒以上的这个我们色戒的话呢 我都在这个色戒当中一样的 这个色戒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些那个天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啊 就是也有这个烦恼 但是这个烦恼呢就是它就不会造作恶业 就是真正的这个造业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欲界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为什么华智仁波齐前行里面讲是 现在我们这个难占不足呢就是是业底就是 是这个造业里的这个地方就是 因此在这个像色戒的话呢就是虽然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天人呢就是以放荡这个生活啊 就这些有一些烦恼性 但是烦恼性呢就是直接的它没有这个造这个恶业的这个因 就是它不会这个直接这个造恶业 就是因此呢这个上面的这个色戒和无色戒的话呢 就是虽然是有烦恼就是全部 这些这个所有的烦恼呢就全部是这个有福无极法 所以我们这个现在遇到这些名词 因为俱舍论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名词 你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名词呢就是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什么叫这个无福无极法 那么这个有福无极法呢就是大概有多少就是 这些呢就是你应该这个记住 不记住的话呢就是下面就是提到一个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这个茫然就是 前面就是不知道有福无极法是到底是什么 有福无极法是是不是这个一斤大米就是 或者是是不是这个一斤百菜就是 那么一斤百菜是多少钱呢就是 这些方面就是俱舍论可能不判断的就是 因此呢就是有福无极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十种这个无极法 十八种就是十八种 他这里这个那些十八种呢就是 当然这个十个遍大地法就是 十种遍大地法呢就是每一个心都有就是 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同时产生的时候都可以这个算的 然后呢就是录到这个烦恼就是 就是前面的这个录个大烦恼地法就是 还有这个须和四二字就是这样呢就是 总共就是有十八种就是十八种 然后这个所随从的有福无极法 有福无极法以外就是有福无极法以外 欢心等四种 欢心等四种下面还讲这个欢心啊就是平时的这个威仪啊 就是等等就是下面还这个讲无福无极法四种 一般那个无极法呢就是只有这个四种 那么这个这叫做是无福无极法就是 就是无福无极法就是有这个十二种就是 就是欢心就是一般比如说我们这个像吃饭啊 就是或者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做一些这个公巧就是 就是做这个公巧的这个任何事情啊 然后或者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平时的这个心诸心诸作恶的话呢就是 也不是这个善也不是恶就是我今天就是吃饭啊 就是然后吃饭以后呢就是就是想这个睡觉啊就是 这些都是一般来说是这个无福无极法就是 就是他呢就是对这个解脱也是没有什么障碍就是 就是他不是这个烦恼系 光是我想是看舍法或者是我想吃饭呢就是 这些是一般的这个一个众生的一种这个行为就是 就是所以他呢就是也不是善法也不是这个恶法也没有什么这个覆盖就是 就是因此呢就是叫做是无福无极法 那么无极无福无极法呢就是十二种 那十二种呢就是十种这个变大地法和还有这个熏和四就是加起来就是 就是中共十二种 随便由于身体疲劳 因此充足而实行不由自主累数的一种状态就是 有些吃的不好也是可能睡得很香的就是 但这里呢就是说是随便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疲劳 还有呢就是这个因此这个充足的原因就是 身体呢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往这个里面就是大瞌睡 嗯嗯嗯这个睡眠呢就是睡眠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 他呢就是可以从属于善法 就是也可以这个善心也可以就是 也随着那个善心也可以发生就是 就是然后这个不善心也可以 无极法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睡眠的话呢就是它实际上是 按照居士论的观点的话是它是一种倾诉就是 按照隐秘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它是一种错乱的这个意识 就是就是睡眠的这个良力暴藏论里面也是说是 就是它是一种这个错乱的意识 当然这个你这个随着你的这个法就是 这个法性这个等法性不同吧 法性不同呢如果你在这个善心的状态当中睡眠的话呢 这个睡眠呢就是成为这个善心就是 然后你这个睡眠呢就是如果恶心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睡眠的话呢 就是它就变成了就是恶心这个可以产生的 如果你这个睡眠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无极法的这个状态呢 就是那么这个睡眠呢就是变成了这个无极的这个状态 因此呢就是睡眠呢其他的这个任何这个星所呢就是 就是都可以这个一起这个产生就是一起产生 就是一起产生 与必等均不相为 因而任何一法都均可以加上这个这个睡眠 就是因此前面的我们不是前面呢就是有时候就是讲这个 有福十八无极法有福十八无极法的话呢 你加上这个睡眠也是可以的就是 在上面这个十八这个无极法可以产生的时候呢 你这个睡眠也是在这种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睡眠的话呢 也可以加这个加上就是所以任何前面的这些 这些星和星所方面呢 星所方面吧就是现在我们主要讲的这个 这个星所方面 星所方面都可以加上这个睡眠就是 因而任何一法都可以加上睡眠 因此呢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宋词的话呢就是 你可以改为这样就是 就是睡眠呢就是全部加上以后 它的这个原来的数目呢就是已经改变了就是 随着睡眠至善心就 比如说这个善心呢就是按照你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随着那个睡眠的这个善心的话呢 就是具有逊色之缘故 共有二十这个原来是这个二十二这个星所 就是现在呢就是加上睡眠的是二十三星所 然后有则加上后悔心就是你可以这个 有则加上这个后悔心 这样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二十四种了 对就是二十四种了就是如果加上后悔心的话二十四种 然后这个季节也有二十二就是 原来是二十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加上睡眠的是二十一 然后死烦恼与承诺等后悔心也二十二就是 就加上睡眠的是原来是二十一就是现在就二十二了 有福十九五集法就是刚才是十八五集法 就是现在睡眠加上十八十九五集法 无福再需有十三就是这样加上的话都是可以的 因此这以上主要讲欲戒当中的心 于哪些那个星所一切产生 因为我们随读欲戒之三星前面那个欲戒是一个中解文 意思呢就是在欲戒当中呢就是 于那个上面所讲到的三十八这个星所 或者三十八星所当中没有所讲到的这些根本烦恼 为主的其他的这个星呢就是 于哪些这个星同时可以产生的 在一个星呢就是其他的多少个星所一切可以产生的 随眠诸不善 敌一净与众无有 就是他这里说是这个在这个遗产以上 我们这个色戒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前面我们这个讲世间评的时候也是讲的比较细致 就是色戒呢就是他有这个遗产二三三三四三就是 然后五色戒呢就是这个空无边处 事物边处就是当那个四五色戒就是 所以四五色戒和这一点大家可能这个没有学过的 基本上是懂吧就是 那么这个呃现在我们这个看看那个呃在这个 这个善戒当中呢就是有哪些这个星所一切存在 就是不存在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个后悔和睡眠和还有诸不善业 诸不善业呢昨天就是讲的这个无产无亏 就是这个无产无亏的话呢就是这个不善业 就是真正的这个不善法呢不善心呢就是只有两种就是 那么这个前面的后悔和睡眠和还有那个不善法就是 这些呢就是在第一几率当中就是有时候 和几率和这个参呢就是一样的就是第一参和第一几率呢是一个意思 那么第一几率当中呢就是都是是没有的就是第一几率当中 这个后悔也是是没有的 天人呢一般就是不像我们人一样 今天我就是听了一个课啊后悔就是不应该就是听那个看不哪里 这个听开应该到哪里去就是没有信心的人 今天是这样的特别看那个有些人的心味就是非常这个可笑 然后有这个圣经后悔啊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的我哈哈的这个内观吧就是这个完全就是去这个心思分辨里没有什么意义啊 内观也不应该的就马上这个圣后悔进去 天人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所以这个呃 还有这个睡眠也是没有的就是我们遇见的话呢就是早上都一直起不来了就是所以那个但是那个我们有些人呢就是但万但愿我不要有这个睡眠 你不要有睡眠的话呢你发愿那个转身到天界就是天界呢一般这个没有这个睡眠就是所以呢天天还是很快乐的白天晚上都是很清晰的就是呃所以这个睡眠也没有 然后诸不善也没有刚才讲了烦恼有就是但是不善也呢就是在天界当中是没有的 因此上面的这些星座当中的话呢就是第一餐第一餐当中呢就是后悔和睡眠和诸不善也都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第一餐呢就是还有这个分为这个卫之丁和这个书省丁和这个正餐就是就分那个三种就是分三种的话呢就是他那个这个书省正餐的话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只有这个这个熏就是呃 什么这个熏也没有就是熏寺里面的这个四有就是但这个熏也是没有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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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具有的这些意外 后悔和睡眠 一切不散发在遗产当中 居实不存在 之所以在遗产中 无有后悔心 遗产当中根本没有后悔心 为什么没有后悔心呢 由于后悔心 它是一枯相应 一枯相应的话 一般遗产以上 天人没有这个悔心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吧 一般西方一些论师和一些进步论师 他们认为是一个悔心 在这个悔心的话 也有一种无极法 但是不管是悔心法也好 善法也好 恶法也好 这个悔心在色界当中是没有的 心里面这样的 比如说我做了善业以后 心里面很痛苦 然后与后悔相应的这种痛苦也是没有的 然后与后悔相应的无极法 这种遗产也是没有的 所以由于后悔心与遗产相应 但是这样的遗产早就不存在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了 因此没有后悔心的原因 因为天界一枪的话 它没有遗产 第一参与上没有遗产的原因 所以后悔心没有 然后遗产无有一枯数 也无有睡眠 遗产没有一枯 也没有一枯数 然后也没有睡眠 因为睡眠是雷熟的一种状态 而遗产的话 它雷熟就变成了灯侧 它一类熟不像我们这个人一样 一直浑浑沉沉的最后入于睡眠 它一层一上是没有的 心稍微类熟的时候 马上就入于灯侧了 这种还是很快乐吧 我们都但愿这样的 有时候心很疲倦 听一听不进去 每天都是很很饿的 然后觉得传承也断了 我看今天好像很多人 是不是断了传承的感觉 因为昨天 前天大家都是 也是因为有些人特别细心 今天这样的话肯定很好 我一定要照上起来 然后昨天稍微一点 今天都已经成了旧社会了 所以现在都没有这个心情了 所以细心研究的人真的有点讨厌 就是他意思呢 就是他就是这个类熟 就是这个变成天人的话 一般是没有的 我们不是以前讲过吧 就是如果我们有他神通的话 就是他神通一般是 必须要第一层以上 就是第四层或者是第一层 这样的话 以前上次如意宝德也是讲过 就是在居士论当中 就是有神通的人 一般不会有这个睡眠 就是天人的这个五种过患 就是一定是余界 这个五种过患一定是远离的 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没有睡眠 所以现在有些讲神通的话呢 比如说你的这个后世是什么 你的这个前世是什么 你的前世后世 这些要知道的话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餐顶的心 没有餐顶的心的话呢 你这个田眼就是找不到 就是田眼有的话呢 就是那么有这个餐顶的心的话呢 就是你一定是这个睡眠 就是想后悔啊 这些呢就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这个 说神通的人呢 他的后悔心和睡眠心呢 好像更加重了一样的 就是这个可能是 是不是实情论师说的不对呢 就是现在的有些说神通人的这个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说神通呢 就是没有必要 有些人是估计就认为是神通 在这个学院当中也不要 别的地方也不要这个说神通 就是说神通呢很困难的 你如果一层一层没有的话呢 你他心通和天眼和天眼 这些呢就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这个我们到时候 讲第七品吧 第七品还是第七品吧 第七品的时候呢 就是讲那个的时候 就是讲那个路通的时候 就是再说吧 就是所以他还是要远离这些过患 就是因此这个天人呢 他没有这个睡眠 就是没有这个睡眠 就是没有这个睡眠 然后呢就是一层当中不存在不善业 如果一层当中是不存在不善一层一层吧 反正一层都没有的话呢 二层三层就是五色戒是更不用说的 那么一层一层有没有贪心呢 有贪心 比如说他喜欢那个禅地的等等 这种贪心是有的 但是这种贪心不是不善业 它是有福无疾法 所以他不是直接造恶业 因此呢 就是跟天人的行为 跟我们欲戒的行为是不相同的 欲戒的话呢 如果生了这种贪心的话 马上这个属于不善业当中了 所以他这个有一定的差别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呢 我们倒是讲那个英国评的时候也是 始终不善业 始终不善业的话呢 一般这个小乘呢就是认为是不善业 就是像贪心啊 诚心啊这些都是不善业 但是像天人的话呢就是贪心有的就是 这种这个贪心的话呢 就是它是属于是那个烦恼 就是不是这个不善业 就是因此这个贪心的话呢 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不善业 就是这个我们下面就是讲第三品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知道 在遗产当中是不存在 如果这个不断除不善业法 就不会转生到遗产之国 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这种不善业 就这些都是没有断除的话呢 就不可能转生到遗产之国 寻在第一经理殊胜正餐中也是没有的 一般就是第一禁的殊胜正餐之前的话呢 就是这个逊世是有的就是第一禁 然后就是到了这个殊胜正餐的时候呢 就是他遗产当中分这些 然后这个殊胜正餐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这个殉 原因呢就是遗产已经远离了对殉的贪心 就是对这个殉的贪心 而在以上呢就是死也是没有的 就是殊后死就是下面 因为远离了对这个死的贪心 而断除了死的缘故 他遗产的意思就是说是 尔才以上就是不存在残狂 就是不存在 隋面所讲的 这个小烦恼里面的这个残狂是没有的 因为何处有主尊眷属 主尊就是为了色素眷属才有这个残狂 哪里都有这个主尊和眷属的话呢 这个主尊肯定会假化的 就是为了色素眷属的时候 不管是他说话做事性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一些残狂的行为在里面 而二三一生无有主尊与眷属 二三一生是没有主尊和眷属 一禅一相有主尊与眷属 我入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国王之眷属 婆罗门之眷属 施主之眷属 三门之眷属 四大天王之眷属 三十三天之眷属 摩之眷属 梵天之眷属 你看梵天之眷属 梵天属于是一善的 其他都是语界里面 像三十三天 四大天王 这些都是包括欲界当中的 但是梵天属于摄界 所以摄界肯定有这个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有梵天之眷属 只要有这个眷属的话 这个主尊是很狡猾的 因此梵天之眷属的原因 肯定一下来有这个状况 他以这个教证来推辞的 但这个实际上是 世青论师的也是这个观点吧 就是世青论师他的这个观点 下面就是讲有几种什么呢 几种这个星所难以辨别的 在这里进行比较以后再区分的 它下面就是无产和无愧之间的差别 然后就是信心和信心之间的差别 还有就是讯和思之间的差别 这个恶马和骄傲之间的差别 就是有几个星所的差别吧 就是这样分析的 无产即使不恭敬 无愧则是不为罪 他这里所谓的前面也讲了什么叫做无产无愧吧 但是他这里也讲 这个实际论师呢 在颂词当中有这个详细的分析了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别 无产实际上是不恭敬的一种信说 然后这个无愧呢 就是他对这个罪一点都是不畏惧 颂词里面呢 我们昨天也讲了就是以时间为理由 以这个人出世间为理由 为自己为理由 他为理由 就是只是一般的这个进步中以上的这个分析方法呢 就是大乘阿比达蒙是这样这个分析的 然后在这个据说论里面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无产呢 就是对这个法和这个对功德之恶呢 就是一点都不恭敬 就是叫做是无产 然后这个无愧的话呢 就是所谓无愧的意思呢 就是对这个造恶业的话呢 就是一点也是不害怕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这里这个 所谓的这个细心呢 就是叫做是信心 然后那个恭敬呢 就是叫那个智禅 就是叫这个智禅 持二者呢 就是在欲戒和色戒当中都是有的 就是刚才那个喜和恭敬呢 就是在欲戒和色戒当中都是有 然后许呢就是认识这个粗达的 死呢就是认识这个细微的 然后这个欲戒呢就是生过这个他人的这个公告 呃 骄傲呢就是即使以自己的法生起这个 就是嫉妒的这种贪心 就是生贪着这个嫉妒 就是生禅呢就是到到这个祭典 这是这个颂词里面 我们下面这个讲义里面的就是 在世间法当中人们经常讲 无惨和无愧呢就是在合围一起来说的 那么这二者实在是一个意思 还是有不同的意思呢 我们世间人是这个人是无惨无愧的 就是无惨无愧呢就是全部合围一体 因为世间人的这种分析和概念呢 就是非常粗糙 没有这个学过宗派的人的这个说话 就是很多这个行为和这些呢 就是非常粗糙的 所以他们呢 他们这个说话的过程当中 就是无惨无愧就这样的 到底这个无惨无愧是一个意思还是不同的意思呢 意思是不同的 所谓的无惨呢就是指的是不恭敬 不恭敬这个功德 不恭敬这个功德就是 他对任何比如说这个佛经啊 然后对任何一些戒律啊功德 这方面都是一点都是不恭敬的话呢 实际上这也是无惨的一种行为 然后功德就是具有功德的人呢 对他也是一点也是不恭敬 这一点我们也知道吧 有些没有这个惭愧的人的话呢 就是真正这个具有功德的人呢 就是他也是根本就是这个无所谓的 这个呢就是也可以叫做是那个无惨无愧 只是那个无惨无愧是这样的 无惨是这样的 然后所谓的这个无愧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愧呢 这是这个知不畏惧 知不畏惧什么呢 就是不畏惧这个罪业 对这个造罪业方面的话呢 就是一点都是不害怕 就像现在的这个很多世间人就是 就是他对这个造罪业方面呢 一点都是不害怕的 虽然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已经出了家 还是明显上是这个学行人 但是对造罪业方面呢 一点都是不害怕的话呢 这也是叫做是这个无愧者 就是无愧者 然后这个 这个有问这个喜爱和恭敬二则是一个意思 还是是这个不同的意思 有些人呢就是我这个喜欢他 我恭敬他 但是呢一般很多人都是可能也这个分不清楚 有些这个弟子对这个上师的这个 到底是恭敬还是这个喜欢也是这个分不起 一些这个世间上的人们 对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的话呢 到底是恭敬还是这个喜爱呢 就是也分不清楚 就是这两个是这个一个意思 还是不同的意思呢 意思也是是不同的 喜爱是值得这个信心 就是值得一种这个信心 当然这个信心呢 也有清净的信心和不清净的信心 而恭敬呢就是只是一种这个资产 就是只是一种这个资产 一般来说是喜爱有然无性的喜爱 和非然无性的喜爱两种 说然无性的喜爱呢就是喜爱 诸如爱自己的这个儿子妻子 就是当当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 这些是然无性的喜爱 就是他这个没有什么功德的 然后非然无性的喜爱呢 诸如对佛陀上师或者是功德者 起欢喜心 这个是非然无性的这个 所以信心和也就是说是 喜爱呢有然无性的喜爱 还是非然无性的喜爱呢 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有很大的差别 诗情论师是喜爱非恭敬 是喜爱非恭敬 我看这个 是喜爱不是恭敬的话 就像是自己的妻子儿子这些 好像自私里面有 我没有这个时间翻 倒是你们看一下 他对法方面分的和人方面分的有两种 对人是喜爱不是恭敬的话 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儿这些的话 有一种喜爱心不是恭敬的 然后是喜爱 是恭敬而不喜爱的话呢 就像是他人的上师一样的 对别人的上师的话呢 还是有一个恭敬 但是自己也不是很喜欢的 反正对我也没有穿过法 这个上师不过以前给我穿过一点法 但是我现在都是不喜欢他了 我不要他 心里面有一点点恭敬 那这个叫做是对他人的上师 但有些人对自己的上师 也有恭敬 不喜爱的 这种也是有的 然后诗经论师说是有恭敬 有喜爱的话就像是对自己的上师 对自己的上师又是喜欢 有时恭敬 当然这种喜欢 也就是非然无心吧 那么这种叫做是有喜爱 有恭敬的 然后这个无喜爱 无恭敬的话 对一般的对自己人和没有关系的 分了四类吧 分了这种四类 然后对法方面也是这样分四类 对法方面也是你们倒是分 看看那个知识的话 这方面也有分析 那么从菩提迦乐的喜爱与恭敬 在哪些种存在呢 在寺界当中是存在的 寺界当中寺界当中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在无寺界当中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没有呢 由于无寺界当中的所有的菩提迦乐相互不是对定 就是无寺界当中的话 全部都没有这个色法 没有这个色法的话 互相恭敬 互相喜爱 这种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无寺界当中所谓的喜爱 恭敬 这种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然后下面讲寻和寻之间的差别 刚才也讲了 那么寻与寻而则有什么差别呢 寻是指的是对事物的粗大的认识 而寻再是对事物的差别的详细认识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了 麦彭仁波琴也说了 对智者如门那么说 对很远的地方的一些瓶子 这叫做粗的这种认识吧 哦 哪里有个瓶子啊 这叫做我们大概的一种概念 然后这个瓶子有没有裂缝 有没有好啊 这方面的分析这就是所谓的喜 也就是说是识 逊识 是不是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两个都发生 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是粗和细 两个发生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相续又有粗的概念 又有细的概念 这样的话也不合理的 如果两个信誉没有发生的话 为什么是前面经常假逊识 假逊识的话二十种等等 这些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这个问题在知识 好像记得这个知识当中吧 知识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比如说水里面放酥油 水里面放酥油 然后这个阳光照射它的时候 一方面就是阳光是很热的 但是不会融化的 融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下面就是放着水的原因 所以我们对某种对境 人识的时候 也有粗的这种人识 也有一些细的人识 因此它不会有这种香味的 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实情论师说是不太合理的 所谓的这个逊识实际上是 它是引发生和语言的一种动机吧 就是从那个动机方面来分的 动机方面来分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一般这个五色戒以上是没有的 五色戒以上没有的话 就是所谓的 它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引发一种粗大的概念 或者是细微的一种概念的一种动机 叫做寻和识 比如说我看这个经堂里面 经堂里面来了很多人 这是一种粗大的概念吧 但是我要观察它 或者我要说它的我这个语言和 或者我身体的引发的 在心里面的动机 粗大的因 就是叫做所谓的寻师里面的寻吧 寻 然后这里面的五个人 五个人哪些是比丘 哪些是我们南方的人 北方的人 或者是拉萨的人 这样来分析的话 那么这种引发的动机叫做是死 所以它应该是从引发的动机方面来分的 因此世经论师在里面也引用了一些 引用了一些教言 驳斥有些人的观点 然后价值论师说是 世经论师在知识里面说的是 有些指的是进步众的 优步众的观点 优步众的这些说法不太合理 因此他站在进步的观点宣说了 因此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又是粗 又是细 这样的相续应该说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为什么说是寻和死都产生呢 它这里寻和死在相续而产生的 知识里面应该是这样相续的 一刹那当中 这个是粗 这个是细 这个也可能有点困难的 但是它在相续中类而产生的 从中类的角度来讲寻和死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是可以产生的 所以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还是犯自私吧 犯自私以后再看看 应该寻和死应该分析 有些本来他的思维还是希望细心的 有些比较粗大的 所以粗大的分析方法的话 我们《俱舍论》当中也是不太相合 寻与死而则是指对食物粗大的人认识 而死对食物稀别差别的人认识 然后满与傲 满与教有什么不同呢 满是指的是认为忠心和功德等已经高人一出 就是这个圣人一定的这种傲气 就是认为是我已经超过了它 就是下面我们讲第五品 还是应该是第五品 第五品还是第五品吧 第五品里面专门讲了这个其中满 其中满里面就讲得比较清楚的 所以我已经完全都是我已经胜过了他人 就是好像那个你看我的这个重心已经胜过了他人 这叫做是这个满 而教则是对自己的相貌 然后这个勇敢当发贪执的心一道道祭典 然后所有的教 教就是跟不同的 教的话他自己觉得自己的相貌 自己的勇敢 自己的重心 各方面都是扬扬得意 觉得我是这个很了不起 但是他也没有想说我已经胜过某某某某人 没有这样想 所谓的教的话 他自己类型当中 我学的还是很不错的 有些人自己觉得是很好的 原来我们有一个人到那个午后市 到午后市的时候他自己开始打扮 脖子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什么酸乎 麻辣 这些 然后在这个重任当中 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 就是这样去 然后后来有些人分析 他相续当中的这种公告傲慢 到底是教还是慢 如果是慢的话 我生过这里面所有的人 但是外面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教 也许他自己 有没有些人性格就是这样吧 我还是很了不起 他没有想说我是超过这个超过那个 他在外面根本没有想 只不过自己类型当中 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这个教和慢 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勇敢当贪执心已经到达极点 他这里到达极点吧 到达极点的话 就是麦彭仁波切说是 他这里心已经到圆满 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认为自己 哎 在世界上我是多一位人 或者在这个人群当中 我真是很了不起啊 或者他自己的这种傲慢的心 已经到达极点了 不是这个傲慢吧 他这个傲心吧 这种骄傲的心的话 已经到了这个积点 也有这样说的 然后好像加持论师还是哪个讲义 是加持论师的讲义吧 加持论师的讲义里面说是 他这个积点的意思 也就是指的是一种欢喜心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的忠心很不错的 心里面带有一种极大的欢喜心 我的观文博学就是很不错的 我的什么性格 我的这个人很不错等等 这样他的欢喜已经到达极点 这样分析的话也可以 讲到这里吧 我感觉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